两只骡子一抬轿 要求横生的骡驼轿婚礼 不用水不用油 一只山羊一锅肉 这里有袋鼠跳 这里的蜜瓜能打保龄球 美丽中国乡村行之 准个儿走西口之旅 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位于陕西、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处 说起准个儿 那可是全国产媒大县 西部经济强健 不过今天我们带您看的是 富裕准个儿的另一面 生态准个儿和美丽准个儿 哥哥我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大家好我是于兰 我身边这位美丽的姑娘就是本期的美丽乡村推介员 大家好我是王亚琪 为什么我们刚才会唱这首《走西口》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踏的土地位于内蒙古的准个儿 在我的身后是黄河 黄河的对岸是山西省 一百多年前无数走西口人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 踏上了他们慢慢的走西口之路 当年走西口的人走到了这儿 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成为准个儿人 今天我们就沿着当年走西口的路线 开始我们的旅行 让我们出发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那时在难留 闯关东 下南阳走西口 被称为近代三次人口大迁移 从大的走向来说 走西口的线路可以分为三条 西线 中线和东线 其中中线的河宝线 就是以山西河区线和宝德线为出发点 在河区西门外的西口谷渡上船 渡过黄河雨后 进入现在的内蒙古准格尔旗 而后到包头和和桃地区 走西口留下的历史痕迹 似乎湮灭在漫长的时光里 可是准格尔人用他们的智慧 让自己不会忘掉祖先的这段历史 已让南来北往的游客 欣赏到别具特色的准格尔风景 我们这次准格尔走西口之旅 第一站是布尔陶汉苏目的一家旅游景区 大家看到我这身漂亮的新娘礼服 就是我即将在准格尔的旅游景区 体验的一个项目是 骆驼叫婚礼 今天云南穿得真漂亮 还特别像我们准格尔媳妇 我也觉得今天就在水晶湖把你架出去 娜娜琪 火球呀 扫尽呀美 哎呀 吉他唱的这个歌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我们准格尔的曼汉调 是准格尔人特有的语言 干什么都会唱 是一种语言 对 今天曲新更得唱 这是新郎官跟你对情歌呢 你得对上 那可是现在我还来不了 你帮我跟他对两句 行 我先帮你对着 你学学啊 嗯 学走都学了呀 学过过天 去老婆就好笑呢 过呀嘛过大年 你听懂了吗 你看我跟他对 好 我看今天这个景区我们游客这么多 我现在把新郎让给我们的各位游客 谁能跟我们新郎对唱两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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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勇气呗呗 就替我娶老婆婆撒撒撒 好 好 娶老婆她把死丫哥好死丫哈枪 到下大大子妈妈就撒几上 曼汉调又称猛汉调 既有蒙古族的端庄豪放 又有汉族的幽默洒脱 一百多年前 有西口的人到了内蒙古草原 阿尔多斯短调 山西的山曲 陕北的信天游逐渐融合 慢慢演变成今天的曼汉调 今天准格尔人通过旅游表演的形式 向更多的人了解曼汉调 了解准格尔 来这里呢觉得景色不一样 然后尤其是今天还能感受一下这里面取亲的场面 尤其能让我们现代人感受一下传统的取亲场面 平时嘛我也喜欢穿这个赛圈 今天来到这个旅游团展区 刚想了对穿四货 感觉它特别有意思 好玩呢 大家看到我手中的这个盘子里面放的糖果 在我们景区这个罗兔教婚礼的体验项目当中 它叫做抢富贵 那现在我们冰家景区的游客就可以来抢这个糖果 抢得多的朋友就可以那不那贵那才记 大家为啥唱 咱们唱了半天了你是不是该上轿了该出嫁了 好吧这么多人给你撑场子我觉得你今天嫁给他了 来唱几大花叫 好玩呢 好玩 跌着摇摇的美海跳跳唱起来 虽然这只是一个旅游的体验教模 但是我在调整穿着这身漂亮的衣服 我真的觉得自己像中娘子一样 对娘家还有一点施不舍的感情 骆驼轿就是把轿子绑在骆子身上 你如果来准够旅游也可以去体验一把 坐在骆驼轿上听一听慢汗吊 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坐了这么久的骆驼轿 在想我的国家是不是要到了 我要下去看看 据我了解 骆驼轿是源于山西省的朔州 随着当年走西口 来到了我们内蒙古的准戈尔 虽然这个轿子坐起来并不那么舒服 但是对于准戈尔的新娘来说 是她一生当中最高的礼遇 如今的准戈尔交通四通八达 骆驼轿已经成为了历史 通过刚才这段旅游景区的 骆驼轿轿婚礼的体验 让我觉得人们现在的生活非常幸福 参加完布尔陶海苏木的骆驼轿轿婚礼 往东就是我们的第二站 学家湾镇 有经验的时刻都知道 要想品尝一个地方最地道的美味 繁华高档的大酒店可不是首选 往往布奇尔的小街巷弄里 它藏着真正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 学家湾镇一栋普通居民小区一楼的这家门前 有一个布奇尔的招牌 李二干崩羊肉馆 李二就是这所住宅的主人 早上八点像平常一样 一整只山羊的肉已经放在盘里 李二每天的日子都是一样的 把这些羊肉变成一锅干崩羊肉 中国的厨师都知道 烹制菜肴如果不借助水或者油脂 火的热量就很难均匀传导 结果就是糊锅或者加生 干崩羊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不用一点水喝油 内蒙古草原绵羊最多 可李二只有腌割过的山羊 它的理论是绵羊肉嫩没有脚头 而山羊的体重要在四十到六十斤 小了肉太嫩 大了则肉质太老 李二的这口锅要深一些 因为里面要放上一整只山羊的肉 最先放在锅底的是山羊的排骨 排骨身的肉相对较少 这是保证不粘锅的必备因素 山羊肚子上的肉被切成大小均匀的肉块 加肥带瘦 它们被放在紧挨排骨的地方 加温以后 肉里会渗出油脂和水 既能防止粘锅 又可以借助水和油对热量的传导 让食材均匀受热 在肉的最上层 摆放的是山羊的腿肉 这个部位缺乏油脂 所以放在最上面 酸甜苦辣咸 无味的调和 是菜肴味道的关键 这个程序 李二都是自己心自操作 花椒 辣椒 干姜 最后放的是盐 这个最后一层放 鞋椰子下以后 最后一层 它是汽水 它这个棒 什么不是那个 从水烤 稍微一点水 上面淌气 我们下肺子 鞋椰子上下 容易下水 火候是每个中国菜厨师 必须掌握的学问 前三十分钟 用最小的火力 由铁锅来传导热量 让肉块里的水 慢慢渗出 这是干崩羊肉 制作的关键 李二总是在半个小时以后 把火力开到最大 大火要持续一个小时 有了羊肉里 渗出的水分 这时候开大火 就没有了 糊锅的担心 一个小时以后 蒸汽已经开始 从边缘溢出来 再换上最小的火 让羊肉里的油脂 加快渗出 半个小时以后 李二这一天的忙碌 就基本结束了 李二祖籍陕西福谷 曾祖父走西口 到了准阁 三十多年前 他父亲的一个好友 创造了干崩羊肉的做法 李二掌握了这个方法以后 二十八岁时 用七万元拆迁款 购买了这所房子 有了自己的产业 从此 每天一直伸羊 一锅干崩羊肉 一干就是十五年 妻子周小莲 负责给丈夫打下手 这家干崩羊肉馆 十张台子 全部的工作人员 就是他们夫妻俩 成功的这个干崩羊肉啊 我觉得它并没有我想象当中 像它的名字一样 非常的干 反而吃起来 肉质很鲜嫩 很鲜美 大家都知道 在内蒙 最出名的是手巴肉 汉族人喜欢吃 焖羊肉和炖羊肉 那在准戈尔 这块黄河农耕文明 和草原游牧文化 相交界的地方 才孕育出了 我眼前这道 非常好吃的干崩羊肉 我想 这应该是准戈尔 特点的体现 每天一只羊 可以出四五十碗肉 每碗卖到五十元 李二和妻子周小莲 对现在的生活都很满足 房子是自己的 不需要付给别人工夫 一天可以挣到二百多块钱 一家人的安逸足够保证 从学家湾镇一路本上 就到了黄河南岸的 十二连城乡五家瑶村 这里是黄河冲击平原 土层深厚灌溉店里 当年 走西口的人到了这里 很多人就在这里 安家落户了 一家人 一家人 加油 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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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体验的项目是 12年 休闲农业旅游业 对不对 对不对 没力气 这就没力气了 那怕还有更好 走在一起 走在团团里一起 加油 这些分担比赛的 都是当地的农民和游客 如果您觉得光看还不信心 还可以临时暴凌参加呢 我现在就马上就要 冲到这个袋鼠 就要有自己的袋子 就是我特别紧张 我觉得这个对于挺恐的把控 你要不要紧张 太厉害了 你一直在我前面 知道吗 我现在腿都软着 我没想到自己能够表现得这么出色 接下来的效果还会加油呢 加油 这场比赛怎么看着那么奇怪 一边放些矿泉水瓶子 用蜜瓜滚过去 看着有点像保龄球 亚吉 他们现在玩这个蜜瓜的这个是什么呀 蜜瓜保龄球 特别的有意思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保龄球 原来这真的是保龄球 是的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用蜜瓜当保龄球 不会浪费吗 不会 蜜瓜的这个瓜皮比较厚 而且在地上滚一滚 它这个果肉的质感更松软 更松软 对 一会儿我给你拿也给你尝一尝 这下我就放心了 那我一会儿玩完的时候 我还能犒劳一下自己 好 来 我现在手里啊 拿的就是蜜瓜保龄球的保龄球 这个捏起来软软的 我不知道一会儿 这个在跑道上滚的时候 它会不会听我的话 这比我想象它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我一开始肯定一个就打扮 没想到打倒两个 闻这瓜特别香 什么时候能吃着 而且我觉得能不能得冠军不重要 重要是姿势一定要吃 标准打保龄球 保龄球 保龄 保龄 用劲儿 我再试试 一二三 游客在这儿呢 能采摘这个水果蔬菜 还能玩这样的游戏 非常开心 所以我们这儿非常非常红火 像周边 故事啊 包头等等这些城市 如果是要再忘记来这儿玩的话 得提前一天预定 真的是太火了 然后我没想到我们平时啊 就是在大棚里面 还摘的这些东西啊 能在我们以运动会的项目 让大家零距离地接触 是的 而且我们这所有瓜果蔬菜 都是污染的 没有这些农药化肥的残留 所以说在这儿 真可以说是吃着放心 滑着心 在准戈尔的这几天里 我终于明白了 准戈尔人为什么这么喜爱 曼汉调 当年总西口人来到这块土地 与草原人民共同创作的这种音律 它既有着黄河的深沉厚重 又有着草原广阔的胸怀 它是准戈尔人律动的心声 悠久的回忆 美丽中国行 生态相遵游 我们继续出发 看到这蜜瓜宝灵球 我也真的很佩服准戈尔人的奇思妙像 能够把农产品和生态旅游 如此巧妙的结合起来 准戈尔人的祖先 当年走西口 历经千辛万苦 把黄河农耕文明 带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就是想通过辛勤耕作 求得一份温饱 如今走西口文化和绿色农产品 华丽转身 丰富了乡村旅游的内涵 不但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还让游客更深入的 了解了今天的准戈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熊魂众美的黄河大峡谷 曼汉调歌王 与小童心现场演唱 晚托为何被称为准戈尔第一美食 在内蒙古现场踩着香蕉 其实我现在已经有点相信 这真香蕉树 这里的农业旅游 让您嗨案惊奇 美丽中国乡村行之 准戈尔黄河之旅 敬请收看